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眼中的大陆霸 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 已经在昨天晚间十点正式动工拆除 原本预计今天清晨六点就能够全面通车 但现在看起来工程有点延迟 能不能够顺利通车呢 现在现场的情况如何 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徐曼嘉彭冠林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早安记者目前所在位置呢 在台北市中校西路的公车专用道上 从马英九市长时期 设置到现在呢 已经闲置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柯市长一上任呢 便决定要拆除 而且是说拆就拆 从25号晚间进行预备工程 到昨天深夜十点动工 现在清晨六点 虽然工程有点delay 还不能正式通车 但相信再过一段的时间 就能够全面通车 效率还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虽然现在看起来应该有点来不及 对在六点 但是效率我觉得还蛮高的 我们看起来就是从拆 然后到挖地基 然后再跑路面 然后又遇到很多工程上的困难 共有跟我们讲 然后就是觉得 他们这样处理其实蛮快 蛮有效率的 专用道拆除后 中校西路的部分路段 将从四线道改成五线道 最坏车的车道 也改为右转专用道 历经八年的中校西路 公车专用道 也正式成了台北市消失的历史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将时间尽头 召唤棚内主播 也正式成了台北市消失的历史 也正式成了台北市消失的历史 也正式成了台北市消失的历史